歡迎收看收聽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還有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聯合 直播的一個視訊跟音訊的這個節目 我們今天的節目 也會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來直播 之後會在燦爛時光 以及會在公庫的網站上面 會有這個視訊的播出 我們今天要跟他談一個話題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其實都去過大賣場 例如說可能Costco 或者是像大倫發或者是家樂福 我們在大賣場裡面 好像可以買到相對比較便宜的東西 可是在大賣場裡面買到的東西 它的品質是不是真的比較好呢 或者是說我們在大賣場買東西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考慮到說 那些很辛苦的幫我們 維護賣場的這些所謂的品管啊 或者是在之前幫我們搬貨啊 或是幫我們收銀的 這些賣場的工作人員 我們在節目當中 其實也談過非常多次的一個概念 如果沒有好的勞動條件 他就不會有好的服務的品質 不會好的專業的服務 所以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跟他邀請到的是 家樂福工會的陳明德先生 他現在是家樂福工會 樹林工會的理事長陳明德 來跟我們談談 他最近以及家樂福工會 所面臨到的一些事情 陳理事長你好 你好 老師你好 今天來上我們的節目 我們透過視訊來做一些問題 來做交換 我們知道前一陣子 包括在這個月上個月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 家樂福工會 其實都到家樂福去抗議 很多人不知道 你們在抗議的目的是什麼 可以跟我們講解說 為什麼你們這個工會 要去抗議自己的資方 自己的老闆 因為家樂福的資方 就是長年的剝削壓榨我們老公 法令有規定的都沒有給予我們老公 所以說我們工會就在 99年的6月1號先成立了樹林分店的工會 然後在100年5月1號成立了 整個家福企業的企業工會 然後成立工會以後 資方就刻意的一直要打壓工會 要消滅工會 在99年的那個11月的時候 我就被解雇過一次 然後出法俗進已經回來工作了 但是因為工會在這三年來 已經幫PD的計時員工 爭取到了國定假日出錢的雙倍工資 跟那個工作滿一年有那個特別休假 跟他的作假的勞司會議來實施變形工時 我們每天的工作是 法定工時是7個小時 然後他要我們做10個小時以後還要加班申請 才要給予我們加班會 就是長年的都沒有給我們加班會 然後因為工會已經跑到現在了 而且資方已經面臨了變形工時 前面失效的那個困境 所以說他要趕快的消滅工會 就是在6月 今年的6月19號 解雇了三個工會幹部 就是他在賣場裡面 裝設針孔錄影機 來針對我跟另外一個工會幹部 來收證說我們在品館的時候 試試他的水果 還是檢驗他的水果品質的時候 以業務精湛幫我們解雇 然後因為有個同事就是 他去買下半年又去買了水果 由我幫他服務 因為四顆奇異果 他說我涉及高價低標 然後告我刑事的詐欺 然後就在6月19號的時候 整顧了三個工會幹部 這對我們來講 其實有一點點的 非常覺得不可思議 這其實某些部分是你的日常 必須要做的工作 可是我們的加勒服的資方 他其實用了一些理由 這個部分我們帶著 我們再上次來說 你剛才有說到一件事 加勒服的資方 他其實本來有很多法律上面 該做的事情 他們其實都沒有做 這部分 當然更詳細的告訴我們 有哪些原本他應該要遵守法律的 例如說 剛剛談到的工時 或是加班等等問題 那還有其他的嗎 他有哪些東西是沒有做 讓你們覺得 在這個工作的環境當中 其實是面臨到更大的 一種剝削的情形了 就是因為他要逃避加班會 所以說有很多婚公司 就是工作沒有做完 強迫他們繼續工作 然後有的婚店甚至於 請他們 強迫他們刷下班卡以後 再進去工作 還有就是 比如說 那個生育比較好的時候 那就叫我們一直做 生育比較不好的時候 就縮控PT的工時 然後就隨便排他們那個休假 就是本來我們是規定 一個月休六天 他就排八天十天給他修 來 跟縮控他們的工時 本來他們是要 雙週84嘛 四週就要168嘛 然後就把他們時數控到 剩下140、120 然後 而且 那個能力縮減的很厲害 那個員工 平常的工作已經做不完了 然後 品質就沒有辦法很 很慎重的去檢定這個品質 所以說 過期商品 還有那個 水果的品質都是非常的不好 然後法令方面的 就是他從來就是沒有遵守法令 像這個法令規定的 要給加班會 要給員工正常上班 要有簽到就要有簽退 這個都是公司禁止的 只可以簽到的時間 不可以簽簽退的時間 而且 班表可以隨便給你隨意調動 然後節慶的時候 就24小時的時候 那個員工 沒有工業之前 都是 禁假 禁修兩個禮拜左右 嗯哼 其實我們看到這樣的一個例子 其實簡單來講 他就是你剛剛一開始提到 他是一種所謂的變形的公司 你剛剛談到一個東西 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的 他其實叫你先下班 然後先打卡 打卡之後可以給你繼續的工作 或者是說他去調整你的 這個所謂的休假時間 在這調整休假時間 其實你的工時是變得很長 那我相信這不是這個 加樂福的這個所謂的特例 因為其實很多在台灣的 這種所謂 不管是這個所謂的相關的產業 或者是一些中小企業 其實有時候都會 用很多變相的方法要求員工 他多做一點 但是很多人他會默默承受 你們為什麼不願意默默承受 你們為什麼要出來抗爭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跟資方在交涉的過程當中 資方的態度跟回應是什麼 你們在這裡面又做過哪些事情了 這部分就是說 因為我們能力縮減的很厲害 而且我們的勞用條件下降的很厲害 比如說我們正職的員工 月薪只有2萬億 然後2萬億還包括了 正職的月薪只有2萬億喔 對 然後還包括了火石津貼 計算在本薪裡面才有2萬億 然後劍寶都還沒有扣 而且做了五六年 到現在還是2萬億 哇這很誇張耶 像我做了快要11年了 我薪水只有2萬8 其他什麼福利都沒有 就是三節啦 給你個500塊禮件啦 然後春節的話 你初一要去上班才有 1000塊的禮件 然後PT的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過年有一個月的年終獎金 PT的還沒有 然後他大量的那個 禁用了那個 PT的計時人員 因為PT的計時人員 就是有一些是學生去打工的 尤其是中高齡的 他們認為這個 這個層次的 這個勞工是最好剝削 最好壓榨的 所以說有那個 那個PT的計時員工 他做工作的時間跟 工作的內容都跟 正職的一樣 但是他已經做了五年 還沒有升為正職 然後他一個月的 那個薪資大概只有1萬5 1萬6左右 一個月他工作的時數 跟正職的時間是差不多的嗎 都一樣 都是7個小時 7個小時 他的工作的內容也是一樣 7個小時 內容都一樣 差6千塊 2萬已經是很少 你現在又變成是1萬5萬6 還幫你控時數 今天叫你來 最早上的月報就叫你下班 都隨時叫你下班這樣 是 這很行 之前是時候都這樣做 你外公如果開業稿 如果開業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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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業稿 就進去 他就說 我要請人就有了 我會長時間這樣 不知道要做一個工業來保障 我們這個外公的團結 嗯哼哼哼 這其實我現在這個 這個part time的計時工 差不多減你們整個家樂府的圓鋼 差不多多少%了 在今年以前 是差不多六星是PTA 四星是正值的 因為這個策略就是正值的一切就不補 然後就補這些PTA的 而且開始節省很多的人事成本 像國際價值出行不給人家 雙倍工資啊 像不給人家年資計算不給人家特休啊 這一年就剝削了大概要一億的那個錢 所以這個比例其實很簡單 因為用part time用PTA這個原工是比較控制 一方面比較節省業成本 剛才你說的其實他已經 其實已經是有非常明顯的一些違反法令的這種情形 這個過程中間我們的主管機關 主管勞動局都沒有介入嗎 有 這個 台北市是比較沒有作為 然後新北市 是我們常常有發動勞動檢查 然後北中南的勞檢所也都去勞動檢查 就是長期的他們違法的事項 太陽就是很多 我們公會這邊有收到財法的公文大概一大跌 幾乎全省每家分店都有違法的事實 都有財法的事實 結果他們也是不怕就對了 沒有 他怎麼會怕 一年 如果剛才說你發五百萬 對 一年可以補些三億 你是要發五百萬還是要來補些三億 當然也是發五百萬就好了 是啊 這不是那個雕消息的相關的執照 是說讓他停止營運嗎 都沒有這個嚴格的法律嗎 沒有我們台灣的法律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發錢就對了 發錢也是談到嗎 是啊 不知道你去年7月1號 然後被公告為血汗7月 他是那個 勞動檢查是違法的那個事項是 第二名 第一名是國光客運 然後我們佳樂府是第二名 嗯 所以這個過程中間 雖然這個政府也有一些 出發發錢 發款 結果他也是不怕 結果也變成這個血汗企業 這個中間裡面 你剛才說到工費 想你要為這個勞工來爭取很多的福利 工會成立之後 到底為了這些老公朋友 為了佳樂府的朋友 他做了些什麼呢 那這個做的過程當中 資方的態度又是怎麼樣 資方就是告解這個 所有的員工說不能跟工會接觸 不能加入工會 不然你就永遠沒有升遷調薪的機會 而且這次已經事實驗證了 我們工會的幹部做了五年的PD 還沒有升為正職 然後從來我們工會的會員跟幹部都沒有調過薪 這幾年來都沒有調過薪 然後因為他有很多違法的 那我們工會就是發動全省的勞動檢查 對 我們一年大概有發動一次 但是資方就是 那個去勞動檢查的時候 有工會陪同的話就查出了有違法 沒有工會陪同的話就沒有違法 還是讓他們創改我們的出勤紀錄 你說資方去創改你們的出勤紀錄 是 這不是偽造文書嗎 偽造文書 他跟觀眾的解釋是說 沒有啦 刷卡出勤紀錄 收回來之後 我們就做一個整理 然後把整理過的 都是整點的 還是做創改的資料就送檢 後來這個都是勞檢的時候 工會去陪同以後 就全部查出來了 所以其實工會的力量 其實還是非常非常大 就說我們有一個壓力的存在 包括他要去所謂的 剛才說的 假設要推這個偽造文書 是創改一塊會議紀錄 有工會旁邊頂著他 其實他其實是會擔心的 所以很多人都摸摸鼻子就走 遇到這個資方的剝削 然後他可能就摸摸的承受 其實要透過工會 你可能比較有可能 來做這些事情 但是其實這個過程中間 也是很辛苦 我們知道 我們的陳理事長 其實我們跟資方集結 跟資方來對抗 一定會面臨到很多的壓力 這個壓力可能在你的工作上面 甚至可能在你的家庭中間 可能有相關的壓力 我們帶你回過頭來 請教陳理事長 在跟工會對抗的過程當中 跟資方對抗的過程當中 資方怎麼去打壓你 資方怎麼去處理你 資方怎麼去修理你 我們先休息一下 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以及燦爛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的網站會直播 之後會在燦爛時光會客室 以及在公庫的網站會來播出 今天我們要來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要來跟大家談這個話題 其實我相信跟很多人其實感覺沒有關係 可是他是非常有大的關聯 就是家樂福工會 這個我們常常去買東西的這個家樂福 其實他的員工 恐怕是活在一種所謂的水生火樂之中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他邀請的是 家樂福工會樹林工會的理事長陳明德 理事長你好 你好 老師你好 我們剛才有說到我們之前 家樂福 這個所謂的逃避法令 或是用變形公司來去壓榨勞工 但是這個過程中間我們知道 我們的工會其實也非常非常的努力 為了我們家樂福的員工 爭取到了非常多的權利 是不是可以請你跟我們說 我們的家樂福工會 為了這個家樂福的員工 爭取到過哪些的權利呢 第一點就是 情出那個公司的正常化 以前已經變形公司 10點左右才會給我們加班 申請才會給我們加班 現在是工會已經是 都處已經監督 現在公司是 大部分有正常化一點的 但是他就變相的 超時的員工 正直的就是 強迫你補修 他也是加班錢也不拿出來 還有一點就是 他所有的違規的事項 例如說 不定有所有的違規 譬如說 聽證項改成口 有的沒有的 那也是在 工會各當下都有改善 還有一點就是 香港管理的部分 最重要的是 我們是 有託到這個 PTA的 即時員工的 國定假日出行 並且有19天的雙倍工資 還有 做滿一年有特休 然後 正直的員工 我們 現在就是 就是 要求他的 在那個 會員大會已經否決了 他的 不能實施變形公司 所以說 公司現在就面臨兩難 就是說 變形公司 如果要繼續運行的時候 對不對 他就要 他就要經過工會同意 工會已經不同意了 不同意了 他現在就是變一些理由 說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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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啦 那個 工會還沒有成立之前 召開勞私會議 通過實施變形公司 但是他們的會議紀錄 又拿不出來 會議紀錄拿不出來以後 白公 沒有啦 當時沒有協商 沒有討論 又說 92年的時候 總公司有開過勞私會議 但是因為那些勞私會議的會議紀錄 在90年的時候 納利豐災已經被大水淹掉了 他可以施工措置 也可以搞這一些啦 現在就是說 因為 會議紀錄都沒有 每間店都是開的 都是嫁的 勞私會議嘛 所以說他現在又白公 91年的時候 我們有經過半數勞工同意 有勞動企業上面有 有同意 他要實施變形公司 但是 92年以後 勞機法修法的時候 就改成了 有公會必須經過公會同意 然後沒有公會 才要召開勞私會議 現在他就是 這個 高等法院的判決 說 我們勞動企業上面有經過半數勞工同意 他就可以實施變形公司 這點這幾天勞動部的 決施令會下來 我們也準備去勞動部控育 這段時間 這三年來 是每天生活在恐懼中 每天就要 想說 祖宏會用什麼工阿龐 幫你處理啦 這就是一關沒稀有的罪名 長期的就是監控我們公會幹部上班的行動 跟上班上下班 還有就是 有時候 我們處理會務的時候 他們也會派人去跟進我們 所以我們看來這個過程中間 我們的工會 為了我們的原工 政府有很多福利 應該也不是福利 還是一個很基本的這種 回歸到法令的一個正常化這種保障 你剛才也說 其實在你的爭取的過程當中 工會這個在努力的過程當中 資方也會來去監控 是不是這樣跟我說 你的金額 特別是你是第一層的 這個在努力的 第一層來做工會的理事頂 你跟這個資方一定有很多衝突 或是很多收益的過程 這個資方它怎麼樣去打壓你 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承受了什麼樣的壓力呢 他是比較會對那個 會員下手 你說福利完 他就盡量幫你 幫你探索有的 探索有的 探索沒有的 匯完我們就有 不利義待遇和差別待遇 譬如說我的匯完 他正經發了 上班 就是說 才去10點去上班 上班到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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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2點 那2點後 他這個工廠 剛好沒有公車堂回去 對 就在 休息室 可以說休息室 休息室 就繼續上班 像這個 這件事是不勝媒體 不然就是 班 幫你亂 亂吊鈴 不然就是 你不聽話 就說 你沒有調心 沒有做什麼 那是一個基礎 工廠這些幹部 都表現得很好 這些會員都表現得很好 但是他們就是 沒有申請 沒有調心的機會 所以大家 做到 都很不愉快 大家合力都很大 把其他 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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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到 都沒關係 只要我們有 稍微的 錯誤 什麼 警告信 我們會員 一國會收到四點的 警告信 哇 出風驚出來就對了 是 出風驚出來 警告信是什麼 警告信就是說 你如果 違反 出貨程序 或者工作程序 先警告 第一條警告 第二條警告 你如果沒有改善後 第三條警告 就不會給你解僱 不是人版的解僱 所以說有很多經營就是 網工就是在這裡 比如說 收工工時是最重要的 PTN如果不聽話 收工工時後 一個月賺錢 就存萬三四塊 那一個網工 要怎麼撞得住 薪水庫再加 對不對 啊 Q這些中高齡的 他們反而說 我來做 我如果沒頭 對不對 我生活要怎樣 它就是 激進的剝削 一方面就是 打壓工會 一方面就是 看 當委可以收買 當委收買後 他們就一勞容易了 都沒有什麼事情 這部分是在打壓工會 另外一部分 你也是在分化勞工 一些人 就是親資方 一些人就是工會 現在人 譬如說漸行漸人 大家也不敢去加入工會 因為他會怕 一邊也在分化 你自己也是去用解僱兩次 對不對 是 那還要讓工會 到底是什麼政客 有什麼工會要交 你 因為這部分是因為 如果跟公司 公司協商 好 還是 你跟公司結交這些 有的沒有的 你經營這些 環境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 由我出門 來跟公司接洽 因為我的構成 比較好 打爆不平 你公司 如果打壓 完工 還是飛完 我就一定會 出來捍衛你的潛力 所以說 自從認為說 我是他的嚴重長 只要打北條 之後 工會 其他人 比較沒有辦法 所以說 他會 第一次 幫我結局 結局 我本來是 在安全課 的請問 他就 沒辦法 回到安全課 把他調去燒購 燒購 燒購 他就是 把他放在北條裡面 等一年來 我們做的 拚一個管控 這些工作流程 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 他在前面說 我跟案辦一個 同學幹部 前面有一個監視畫面 他不可以 他在後面 按一個 針孔 來投票 我們工作的情形 這樣 說我高價地標 還有我炸雞 我試吃他的水果 檢驗他的品質 說我又有青棧 這樣 試吃水果 檢驗品質 你本地就要做的工種嗎 是啊 這是 當年來我們做的 而且 今天如果說 你不能吃東西 出國中也都有看的 對 我也是你把檢驗 你把它做什麼 如果有看 你說 公司有決定不能吃東西 你要給我講 我以後 如果再吃 不知道 叫做我給你 偷吃 那不是啊 他都 有疫情 他就 監視畫面 錄下來之後 他就 幫你照顧 嗯 我們就要 承擔很多莫西遊的 罪名 我們 一天 下去之後 去工作 我們每天 就要 進行這個 控制當中 他 他 一方面 如果大工業 消費工業 工業 如果沒想到就不順 他們所有的 這些委員法令 他們可以問問過關 他們可以繼續補學壓炸 他們勞動條件 就繼續下降了 空間 沒有人要死 錢又賺少 沒有品質 你一定做不好 對 原理清淨還這樣 真的厲害 對 補學就補到要死 補到要死 哪有時間去管控 你這些品質 對 經理這些過期的品質 嗯 大概 大概是因為 他的重點就是 那個 那個 現在的營運 已經 遇到品質 比較不好 不過前年的 崛起 設施性的 兩岸服務店 對 廢了那麼多 經營已經下滑了很多 嗯嗯嗯 高雄的瑞隆店便利購 開沒有 五個月 就收掉了 然後 高雄的大順店也關掉了 然後現在 這個月的26號 台中的大頓店也要關掉了 嗯哼 嗯哼 因為他一年 工會跟他計劃 工會跟他 捍衛家的關係 一年要兩三億 這兩三億 這兩三億 他又投出來 他當然很不敢 因為 工會 會完整百萬的而已 嗯 嗯 我為什麼 下去撿衛 整個 幫你消費 你不要搖馬炒 繼續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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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剝削鴨炒 這裡 這裡有這麼多工 今天有工會 照顧法 就把你情處照顧 捍衛你的潛力 今天的工會 如果去消費之後 我相信你的勞工條件 你們的剝削 怎麼會更加減重 嗯 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這個勞工在這麼艱難的 這個勞工的 這個勞動環境當中工作 其實不只是勞工被剝削 這個整個的服務品質也不好 服務品質不好的時候 消費者其實他也不會願意來 資方應該要把這個眼光看眼一點 你只是用去剝削 然後去節省成本 其實整個品質是變得很差 你到時候 你整個公司的營運一定會出狀況 這不過這個最后 是不是請我們在手段來說 現在家樂福因為這個剝削勞工的情形 這麼嚴重 它是不是有影響到整個家樂福的這個 蔬果的品質 或是整體的服務品質呢 影響很大 怎麼說 你比如說 以前的那個業績也好 營運也好 都還算很進行 這幾年縮減的力量 萊克數降低了很多 每年的大節慶的話 那個進貨量都只有大概 減少了大概三分之一 去年它的營運 就已經不夠了二十幾億 然後經營就更差 而且前年的截起 品質你沒有辦法管控好 沒有提供顧客更新鮮的品質 還是品質管控不好 它萊克數就會大量的減少 它營運就會產生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剛才說 這個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要調整一個心態 我會說 特別是消費者 消費者會常常覺得說 我們就是在買東西 然後我們就天天都便宜 買到便宜的就好 可是當然 基本上其實都叫做低價的代價 這個產品如果便宜的話 其實背後是有很多的剝削 包括農產品的剝削的問題 勞工的剝削的問題等等 其實對於整體的品質 其實都會有很大的影響 今天這段時間差不多 今天會上的感謝我們陳明德理事長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也讓我們看到佳樂福 他所面臨到的各樣的問題 我們也一起要來幫陳明德理事長 來加油打氣 希望更多的佳樂福的員工 或者是更多的朋友 都應該要加入工會 來去捍衛自己的勞動的權益 也是捍衛我們的專業服務 感謝陳明德理事長 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謝謝我們的訪問 謝謝陳明德理事長 謝謝 謝謝 讚